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大家早上有沒有覺得好冷 各位來看這個是現在的這個衛星雲圖 你看這個冷的樣子 你看這個一般來說的話 像這樣的這個雲是比較高層 比較一般的這個層雲 可是有時候遇到這種冷空氣的這個影響 特別是冷空氣從這個西北邊這樣下來 你看這個雲的這個走向還有它的形態 變得一絲一絲的 就是這個感覺起來就是受到冷氣團影響的這個雲系 你從這個衛星雲圖就會看得很清楚 最冷的地方不在台灣是在這一些這個地方 所以日本來說的話在這個西北這邊 事實上有些地方已經有明顯的大雪出現了 整個冷是非常的這個明顯 中國這個北方這邊真的也很冷 零度線已經掛了長江流域 不過這邊是屬於比較偏乾冷 這邊來說的話是比較偏濕冷一點點 台灣來說的話是屬於偏乾冷的情況比較多 風速也明顯增強 你看這個就是氣體的這個流向 非常的清楚都從西北邊來的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為什麼說 吹西北風找不到工作吹西北風 因為西北風的水是連水都沒有 就是就很乾的一個風 除了乾的風之外呢還有一些髒的空氣 所以這個各位來看整個中國的這個東岸呢 原來的都是這種褐色的喔 這種灰色的很高濃度的這個PM2.5的這個濃度值 被這個搶風一吹都降下來了 不過降下來呢對我們台灣來說的話還是屬於不良等級啦 這樣大幅度呢也影響到台灣 不過今天來說的話台灣的北部呢 濃度稍微高了一點點 像這個來說的話台灣北部呢大概還沒有到達不良 但是呢如果敏感的人都覺得空氣裡面呢有一點這個 不是很乾淨的這種感覺喔 在北部的地方也有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中南部喔 中南部這一次來說的話倒不是被封測的因素 倒是說這個沿海的這個風很大 濁水溪喔被這個風吹沙啦 陽塵被吹起來 所以在這個台溪啊麥寮這一帶喔 一直到這個嘉義這一帶 這邊來說的話空氣品質都到達不良等級的水準 這個懸浮微粒濃度喔 不管是大的顆粒或小的顆粒都明顯真多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喔 雖然說沒有下雨這時候期待是濕冷啦 濕冷就可以把這個雨除掉 但是就是沒有下雨 所以這個空氣品質呢真的不好 長時間待在戶外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今天來說的話這個雨勢明顯減少了 然後在中部的山區有一點這個 清晨有點雨不過目前的緩和不少 預計呢這個冷呢會到明天的清晨喔 明天的清晨要留意有輻射冷卻的因素 那接下來就這個高壓冬移了就緩和 不過各位來看下禮拜呢又有一波又再下來 禮拜二下禮拜二又有一波會開始接近 禮拜一晚上開始到禮拜二的時候就接近 最強的時間點呢就是在下禮拜三 禮拜四清晨這段時間這個是 預估這個最低溫在台北的溫度呢大概就十度上下 十度上下當然啦這樣空曠地區呢可能就跌到二十度左右 所以我們來看其實這個風溫度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明天來說的話東北角像宜蘭這邊有一些短暗之類的雨 那禮拜一晚上開始呢這個新的一波冷空氣接近 這個一開始可能有點雨那禮拜二禮拜三呢就是冷空氣的這個直接很強的一個影響 北部呢比較陰沉一點點 呃現在來說的話這個就是持續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不過預計呢這個這個冷空氣冷氣團會直接的一個稍微減弱齁 明天白天就減弱回溫 不過很快的下一波又再衝下來了 呃下一波比這一波還要來的強很多 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齁下一波這個溫度來說的話 大概都會越過這個中國的南方 到達這個中國的南方這一帶 呃預計影響大概兩天時間齁 那接下來呢禮拜四禮拜五就會慢慢的緩和了齁 呃一直要到這個呃十二月的下旬還會有一波的影響 所以不是說整個月都很冷啦齁 呃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這樣的一個變化 預計呢這個溫度的部分來說的話 未來這兩天是在回溫的情況 十三十四度 但是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你看都是低溫的啦齁 都是低溫的要有心理準備齁 這波的低溫會很有感覺齁 請大家趕快做好準備 特別在北部感覺會特別明顯齁齁 那南部來說的話 呃雖然預測明天是15到23度 但是呢如果你在雲家齁 雲家南這個空曠地區 呃特別是農業的空曠地區 一定要注意有機會還是有機會跌到十度左右齁 有輻射冷卻的影響 那接下來呢就真的是回溫了 但是下禮拜二三四 南部來說的話 真的還是有點冷的感覺 南部來說的話 如果地域15度 你就會覺得很冷了齁齁 請大家多留意 白天高灣大概只有20度 跟前一陣子溫暖的天氣不一樣了齁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這乾冷空氣呢 籠罩臺灣當中 行程呢要留意這個輻射冷卻喔 就是未來這幾個小時 要注意一下還是會冷的 周日呢白天回覽到下周一 周二另外一波強冷空氣會再陸的南下 周三四一定要嚴防這個低溫的寒海 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這一波來說的話 預計是今年到目前為止最強的一波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注意自己還有家人老年人的健康 請大家嘗試過 好